肉身之光是吃素 脑子干净 不动坏脑筋 身体干净等 即肉身干净 要修成肉身之光 即把肉身修出光 然后再开启智慧之光 智慧之光加上肉身之光 就是佛之光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 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如果身上肮脏 脑子里肮脏 行为上肮脏 灵魂上肮脏 哪里会有佛之光 佛光也无法普照进去 犹如一个包着的东西 阳光能照进去吗 如果是玻璃透明的 阳光自然就照进去了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道 十多年的手指开裂 神奇的好了 我的手指每年入秋开始都会裂口 再怎么涂护手霜都不管用 平时如果洗衣服或者洗碗就毛操得更厉害 每次去店里买丝 每次去店里买丝袜都很尴尬 那个丝袜被我的手一摸就拉丝了 我以为每个人到冬天都这样 我看他们摸了那丝袜不拉丝 那时我心里满是疑问 因为开裂的原因 我冬天基本不洗衣服 不洗碗 但我手上的皮肤 还是会裂口 毛操 手指头上的皮肤是硬的 小小年纪就裂口 我妈说 这可能是遗传 我也就当真了 因为实在是找不到理由可解释 学佛后才知道 皮肤病是灵性病 去年听师兄分享 手指开裂念经念好了 我就想着这么好 我也好期待快点能好 没想到 今年这事就发生在我身上了 今年刚入秋的时候裂了一次 之后就再没有裂过 手指上的皮肤也没有以前毛操 到现在已经快两个月过去了 以前是一个裂口还没完全长好 另一个又裂了 就这样会持续一个冬天 现在即使每天不戴手套洗衣服 或者洗碗 也不裂口了 十多年的问题真的好了 感恩南无释迦牟尼佛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我一定真修实修 好好度人 让更多的有缘人能闻到佛法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我最近到加拿大 找工作找得有一阵子了 虽然这次不是进心灵法门 第一次求工作 但每当到求工作的时期 不免还是会有些紧张 想到工作要求菩萨 找房子也要求菩萨 什么事情都要求菩萨 有时都感到不好意思 有次求菩萨保佑能够找到住处 当晚找了房源 看了图片就跟房东谈好隔日看房 房东也是有权利挑房客的 但一听到我是学佛人 马上答应租给我 我顿时都觉得是脱了佛菩萨的名义 才能马上谈好 除了感恩还是感恩 觉得这一切都是菩萨安排好的 因为房东也是很临时决定要租房 就这么巧隔日就被我看到 安顿了住处 面试也是一个个紧接而来 有些面试没过 有些面试过了却无法上班 甚至有些谈到一半 对方就联系不上 甚至面试过了 说可以上班 要等消息 又改说无法上班 除了求菩萨念经 这一切的显现 我都只能归为自己的业力 身边的朋友也很担心自己的工作 毕竟在加拿大生活费真的不低 我也不想让身边的人担心 很感恩师兄的提醒 我还是有用一部分功德 去转换求工作 隔日工作消息就紧接而来 除了感恩 还是感恩 师父说过 转功德是最快的 也很感恩有机会能值班 能度人 能念经 能学佛 能做功德 真的很幸福 人生难免会有低潮时期 但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 坚信观世音菩萨成心祈求 一切都会变得更好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讲一个小故事吧 在澳大利亚 有一个七十四岁的大爷 大家记住啊 七十四岁的一个老大爷啊 狂砍十八福 批死了七十三岁的情敌啊 七十四岁砍了七十三的情敌啊 这么大年纪搞什么啊 当这位澳大利亚Post的老人 得知自己的前妻 和另外一位七十三岁的男子叫菲利普 在恋爱 他非常的愤怒 假扮成送货司机 直接带把战俘 冲进了前夕的住所 为什么 因为他们曾经生活了四十年 放不下 直到他妻子在健身房 见到菲利普 他抛弃了前夫 生活当中 我们有无数个争斗的理由啊 想一想 因为欲望 让我们每个人 像埋伏在草丛里的狮子一样 安纳不住 四心八作呀 所以人要懂得收敛 是你的就是你的 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 一切随缘 那就叫缘分啊 感菩萨感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白话佛法 知行合一 就是知道道理要去行动 学佛法 如果知道了很多道理 不去行动 不去做 就不是知行合一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